染疫康復后的患者出现影响记忆力 专注力下降等情形 这些都是脑污的症状 要怎么趋缓 有营养师建议可以补充六大营养素 像是维生素B群 维生素C和D Omega3 鎂 以及茶氨酸 这些东西有些是含有一些抗发炎抗氧化的一个成分的话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就是自由基给代谢掉 给捕捉掉 可能像是矿物质好了 就是辅助身体里面的一些运作 维生素D能够改善记忆力 还可以加速确诊者康复 但是隔离在家少了晒太阳的吸收管道 还能这样吃 维生素D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这样子 那植物性的维生素D来源的话 可能就是像是一些晒过太阳的菇类 含量会比较高 或是黑木耳比较高 那像植物性的Omega3来源的话 可能像是一些核桃啊 或者是枣油枣类 其实都还不错 甚至你用一些植树油 亚麻仁油的都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若是想要对抗焦虑情绪 有效改善失眠问题 可以透过喝绿茶吸收茶氨酸 但是想要补充足够的量 光靠饮食达到建议摄取量比较困难 营养师认为双管旗下的补充方式 效果会更好 一定是保健食品比较快 因为它毕竟你有很明确的知道 这一颗里面含量有多少 但当然身体里面都有一个吸收转换率 所以一定会打折扣 这是正常的 对 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天然的食物一起吃 然后保健食品也一起 燃疫康复的人越来越多 可能会出现长新冠后遗症 生活品质下降 营养师强调保持均衡饮食 睡眠充足等习惯 能够有效减缓脑污症状 大爱新闻王怡婷 徐英豪台北报导 营养师强调保持均衡